陳小雄 中文 徐晨晨 朱雄 郭文貴 好 在外面是怎樣了 最怕的 我也排隊進來 好 我其實這兩天有點累 我這兩天都在關店 我今天 我今天早上 今天中午還在高雄 我從昨天開始 我昨天中午還在彰化 下午到城大台南 然後到晚上到高雄 今天下午 今天中午就完成一場 剛剛又到嘉義蘭 所以我這兩天就是延續趕三場 這一場就是整團的演出 像我昨天去陳大 就是他們的講座 然後今天去高雄一個營隊 高雄他們那個營隊很好玩 他們是一個叫做青少年表演藝術聯盟 青藝聯盟 然後他們是台灣唯一一個 就是專門針對青少年的戲劇表演 去做發展 然後他們想要的是說 青少年可以透過戲劇透過表演 然後引發大家去關心社會 所以他們每年都有一個主題 去年叫社會爭議 對 今年是在談教育 對 然後我去年也有去當他們講師 然後我今年也是 滿好玩的一個團體 然後他們簡稱叫青藝蒙 對 你們有空可以上去看一下 其實很好玩 他們每年這樣一批一批 然後都是在 針對的都是 都是大概十六歲十七歲 那些高中生 對 然後是去做戲劇表演 可是他們是透過身體戲劇的舞動以外 更去發現說 你這樣的舞動 你這樣的戲劇 可以幹嘛 你可以去關心社會 或者說 像我們今天談的很好玩 我今天更讓他們談的是 教育跟身體解放 就是教育其實讓你身體不解放 甚至砍斷你的根 這是我們台灣的教育 可是你要解放 所以整個受過台灣教育出來的人 每個人做字都是一樣的 聽到音樂舞會動 然後你要唱歌都會害怕 唱得好不好 你會下午你會害怕 這就是台灣教育做到出來的 然後我一直跟他們談的就是說 若你今天要成為一個很好的表演藝術者 對 就是把教育那個東西拿開你的身體 對 所以我一直提醒他們 不要當一個乖學生 不要當一個乖小孩 你要當一個有主見的 很棒的 而且是 夠尊重每一個人 尊重環境的小孩 可是絕對不是乖小孩 對 我就一直跟他們談這些東西 其實蠻好玩的 然後他們整個營隊 真的就是 這是一直在談教育這個東西 對 這兩個禮拜就從北仲那裡 禮拜六日就到台中去 然後下禮拜到台北 然後好玩一個團體 對 啊他們現在缺錢啊 對 說那些就是留人缺錢 他們真的很厲害 而且他們整個裡面主導的每一個人 最大的才跟我一樣大而已 對啊 就是每一個都是 都是大概三十歲二十幾歲這樣子 然後很有熱忱的一些 一些青年這樣子 然後他們在主導這件事情 還蠻好玩的 那個可以去上網 Google一下 他們上面 好 我記得他們上面 就在寫說他們可以捐款 然後讓這些 對啊 真的你們有空就上去看一下 因為我真的有被他們感動到 我覺得 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社會運動 這社會運動不只是上去抗爭而已 你要如何去教育下一代 就是很重要 但是我看到他們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每年這樣一批一批學生 都兩三百人耶 而且都高中生耶 對啊 每年這樣一批一批 他們已經做了十年了 對 然後都是針對高中生 對 那 去年很好玩 去年他們其實 在那個 淡化的園林高中 他們有一個 自己做 就是他們 反正他們整個營隊完之後 都有自己的戲劇的演出 他們就演土地徵收了 對 然後我記得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女孩子 她為了演農夫 然後回去問了他媽 然後她開始跟她媽有一些交集 開始知道說 重點的人是怎麼樣 她透過一個戲劇 因為她想要了解之後 讓自己有身體感 那我覺得那個 那是真的很不錯的過程 對啊 所以 欸小潘耶 好 重點就是 他們缺錢 就這樣 好 要唱這個 好悲哀喔 不好意思啊 這個 情緒好像還不到 好 好 怪怪喔 你剛剛在談教育啊 突然就要操環境的問題 等一下 好 那彈一個 跟我剛剛講的有關 她叫《小孩你剛才》 這首歌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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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